我們現在在沙路清泉岡對面,這一條就是中青路 那中青路這個巷子裡面,它有一間透天,地坪29坪的透天要賣 總價1298萬,那它因為剛好就在這個巷子口這邊 然後旁邊兩邊都是公園 兩邊都是公園,有綠地,小朋友來這邊玩很適合 而且有政府幫你除草,你不用買一塊田自己除草,太累了 旁邊就是公園 它地坪雖然是29坪,但是幾乎都是霸賊 它面寬很寬,而且它是腳尖,它是一間腳尖 可以讓你停個兩三台車是沒有問題的 它有什麼缺點嗎?有啊,它是投資客整理的房子 整理的不是很精緻,但是都堪用 然後針件也蠻多的,針件蠻多的 因為它是邊間,它會把它的空地比都蓋出來 這是它的圍牆 這個圍牆可以打掉,你可以多停兩台車 這邊打掉的話你可以多停兩台車 當然它現在是當倉庫用 裡面的這個圍牆的部分是當倉庫用 然後這是門口 門口 門口也可以停車 然後這個圍牆打掉 其實也不一定要打掉,就可以直接停摩托車了 或者是做其他用途 好,我們進來這裡 它是大面寬的,邊間的,臭天 這邊是客廳,這邊有一個樑柱 有人不喜歡樑柱 但是樑柱可以讓建築物更安全 樑柱不是不好 你把它規劃好,它會是一個 也是可以看的啦 有人就是很討厭樑柱 但是樑柱特別多,所以你不用擔心地震 超多,到處都是樑柱 這邊有一個整體豪的廁所 衛宇,都是馬賽克的石磚 蠻有特色的 好,這個就是剛剛你看到的圍牆的部分 圍牆打掉,這個 這邊打掉可以停一台車 這個就是鐵皮屋頂 好 OK,剛剛倉庫介紹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廚房 超大的廚房 就是後面這一間 當然,廚房的部分 除了廚房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再隔一個校清房 它剛好這邊也有一根柱子 那柱子很多 因為這個廚房它儲具是沒有的 要自己買 然後我們來上樓梯 樓梯,因為它這個是比較舊的透天 所以它樓梯沒有很大 不過還好了 還算好走 可以聽到那個走路的聲音 就知道它這個樓梯是塑膠的 貼塑膠的 它的地板都是貼塑膠的 不是磁磚 我們從後面開始看 它有一個很大的 微半圈的路台 很大 但是這個路台 是鐵板的 鐵板的路台 這是它的針件的部分 一個L型的超大路台 有人會選這個路台 一定說 哎呀怎麼會用這種鐵板 然後又很吵 但是我要跟你講 很多透天想要做這種路台都沒辦法做 它是邊間 而且還要又這麼大 如果你要挑缺點 缺點是挑不完 可是如果你要看東西是要看它的優點 這件是邊間 然後它已經幫你弄了一個路台出來 你也不用擔心違建的問題 這個是舊的 它不是新的 新的是幾爆幾拆 舊的它已經幫你弄好 你換一下材質就好了 OK 好 好 這是它的衛浴 衛浴 衛浴它也沒有 還沒有裝馬桶 不好意思要自己裝 哈哈哈哈 好 這是前面的房間 它這邊也有一套衛浴 衛浴也沒裝 不好意思也是要自己裝 然後這邊可以弄一個 一個儲藏間或者是更衣室 這邊弄一個更衣室 然後對啊 這些地板全部都是塑膠的 OK 我們去樓看看 三樓 三樓就是頂樓了 後面一個房間 也是廁所 沒有 那個馬桶洗手槽都沒有做 不好意思 也是要自己做 這邊可以弄個更衣室 好這是前面 前面 它就沒有陽台了 它也是一個 可以弄 它是做一個盒室 自己可以弄一個盒室 欸有耶它有陽台 不好意思 好 三樓是針見 三樓是針見 然後 旁邊是一棟大樓 旁邊是一棟大樓 然後 我之前在看好很多客戶 居然有人說 哎呀旁邊有大樓我不喜歡 我們是透田 如果人家在市區齁 你要找一間 你要自己是最高的 旁邊要比你矮的 就是有得找了 其實這一棟湊田 三樓我是覺得剛剛好 是剛剛好 不用爬到五樓 三樓很剛好 你不用爬得那麼累 如果有老人家 剛剛那個廚房的部分很大 是可以做一個孝心房 有老人家很適合 然後家裡有三四部的車 這間更適合 然後你旁邊又有公園 想要做休閒養生運動活動一下 更適合 你不用去買農地了 就在這裡就好了 離市區又近 旁邊又是 附近又是交流道 這一個算是大小家庭都很適合 而且才1298萬 附近的華夏三房 都已經超過這個價錢了 我說的是比較新的 但是這間是整理過的 如果說你的標準沒有很高 你的標準沒有很高 這間真的可以考慮 如果你標準要很高的 請找全新透天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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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